土生土长的沈阳人 和穿梭于各大市场的主妇一样 采购新鲜的食材 照顾佳人的一日三餐 是他每天的心头大事 小鸡炖蘑菇 酸菜白肉 一道道家常菜 通过一位辽宁主妇的手 被端上餐桌 而这些寻常的菜肴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苗菜 我们这个野食 吃的是野食 吃的也是文化 一方水果养一方人 我们的苗菜也是文化 中国文化历来强调民以食为天 食物是一个人身份认同的核心 是和家庭 地域文化 民族捆绑在一起 那么在辽宁这片白山黑水中孕育出的饮食之道 究竟从何而来 这些与我们融为一体的味道 又有怎样的文化根脉呢 2014年 苗菜成为全国各大菜系中 第一个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这使得对苗之味的探寻变得更为郑重 也许了解辽菜 就是了解我们自己的过程 我现在给你拿的就是 1908年9月大连满铁总部 为了接待东三省总督徐志昌所形成的档案 高原 辽宁省档案馆内一位资深的档案管理员 这些浩瀚的馆藏档案 他如数家珍 展开一份泛黄的卷宗 辽菜最初的味道 缓缓袭来 满族呢是一个游牧民族 他早期生活在长白山路 以狩猎为主 所以他们的菜肴中呢以野味为主 我们在自理行间中寻缘 辽菜的萌芽 生发于北方满族先民的饮食习惯 与前清饮食文化中 据记载 清军入关前的后经时期 诺尔哈赤在辽阳东京皇宫八角殿四宴时 全是满族菜品 皇太极迁都沈阳后 更是确立了满族延席的一制度 清军入关后顺制定制 此时的皇宫延席才开始分为满席和汉席 乾隆八年 乾隆皇帝首次冬旬 谢谢万年美文圣经赋 其中对东北的益寿 珍琴 和仙 果书等 详细列举 有时可见 辽菜受宫廷饮食影响深远 从关外到关内 汉族与满族饮食文化的融合 使得辽菜出行 逐渐形成 斗鼠肉酥 兜乐买味 深饱厌吃 厌溢堂皇 走兽飞禽 争相祖父 鱼虾罗蟹 刷新家常 辽年 环保国海 辽河从平原腹地川流而过 长白山脉 绵延不绝 白山黑水 滋养孕育着富饶的乌产 这使得辽菜 海贝与山珍齐备 每年共十会并肩 在这片土地上 不仅深受满族习俗 与文化的影响 历史上 蒙古族与朝鲜族等少数民族 也在这里扎根 繁衍生息 而这些油腻为生的少数民族 在烹制野味时 善用去星 除山 提仙等手法 事大延续下来 故而成为辽菜 咸鲜特点的由来 辽年 是多民族的融合之地 融合 则是辽菜 多元文化的根脉 清末民初 大量中原流民闯关东 又将中原文化 传播到辽省大地 尤其京 辽菜系风味 更丰富了辽菜菜品 那时的辽菜 在汲取了宫廷菜 王府菜 精辽菜的传统记忆精髓后 结合本地口味 磨砺严精 分流而出 最终形成一整套 雕菜毒蕴的烹调机法 此时的雕菜 在繁华的凤天城 大方一彩 在凤天城 有一道辽菜 令一代京剧大家 梅兰芳先生 几次悄然拜访 有一道辽味 成了少帅张学良的 碧点菜肴 在辽菜史上 这些传奇故事 也如真修 鲜为一见 不可多得 民国时期的京剧大家 梅兰芳 马连良 凭借精湛的表演 征服了全国观众 而作为时刻 他们与辽菜 竟有着一段 传为佳话的缘分 清末民初 凤天城民间 誓死酒楼层出不穷 形成了三春 六楼 七饭店的繁盛景象 所谓的三春 即为明湖春 洞庭春 和陆明春 而作为三春之首的陆明春 便是那个时代 梅兰芬兰芳 这都是这个角 在京剧界 这个角都是国粹级的 本来京剧就是国粹 当年那是梅兰芳 马连良到沈阳来演一场戏 半夜冬天排队 排一宿才能买着两张票 但是他要吃饭 一定到陆明春来 一定要见见王兴元 这个师傅 前面的唐头 一定要王府庭大师 给做爬山白 爬白菜 爬白菜 爬菜独创 这爬菜人引以为傲的 看家本领 把祸后文武的精准把控 无知入味的高超艺术 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连良先生有一出戏 是游龙戏风 王老做了一个游龙戏风 王府庭手中的游龙戏风 是由刺身损机人身 以酒锅烹制而成 阴于人参汤废时 海参如龙笋 鸡若凤而得名 马连良先生几乎每次都点 游龙戏风 而且我参加全国首届大赛 其中的一个作品 就游龙戏风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历史传承 也是文化传承 陆明春 由王兴元创建于1929年 陆明春的开业第一宴 奉天城的政界官员 富商巨古 纷纷前来祝贺 其中就有少帅 张学良 金与大师梅兰芳 有出名戏 叫凤桓朝 陆明春便以此为题材 制作燕菜 所谓燕菜 便是以燕窝为食材 以极简主义烹调 色如双胶 汤清明透 使之鲜嫩爽口 汤汁鲜美无比 少帅张学良每次光临陆明春 必为夫人于奉旨 点这道燕菜 陆明春也因此将这道燕菜 定名为汉清燕菜 陆明春文化底蕴的集点 得益于几代社会名流 文人默克 黎原娇子的历龄 至今 陆明春还完好地保存着 历代文人的名诗 名词 名句 书画 面对陆明春的历史记忆 依然能感叹 他昔日的辉煌 和人文色彩的浸润 而辽菜文化能够传承至今 也确确实实和陆明春饭店的 一代辽菜宗师 王府亭 密不可分 王府亭大师 这个陆明春饭店 就是国家商业部委托 办全国的厨师培训班 全国 面向全国招生 那么你 王老 王府亭先生 就收我为徒弟 把我调到陆明春饭店来 王老就是实干家 因为他本人 那做菜 真是如做人 选料 刀工 你这个制作 调味 完全就特别厌专 一点不糊 所以他在全国是赫赫有名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陆明春的烹饪大师王府亭 就在老菜的基础上 系统地总结了烹饪技法 并且创新出 单烤 红烧 勺扒 三种全新的烹饪技艺 扒菜需要刀工 需要扫骨 要把这个原料推到勺里边去 扒制入味 这样它有滋味 扒菜用的原料都是非常整齐的 就像那个是孔福指说的 切不正不实 这个就是差一点都不行 整整齐齐 粒粒整整 滋味爬进去之后 你不要用拢芡这个过程 为什么 我们这个地儿太冷了 那我们的前辈师傅们有智慧 把做饭做菜的时候 通过理化反应 形成了滋味鲜美的汤汁 通过拢芡这个手段 把滋味鲜美的汤汁 拢在原料的表面上 最高境界是吃芡儿不见芡儿 吃油而不见油 然后加一点明油 又把它翻过来 这样横翻就凤凰单展翅 这个顺翻就顺手牵羊 这都是王府亭大师 唐克明大师 苏林大师 真是绝活 鲦菜的根脉 不只显鱼盘中的滔铁美味 也深藏在制作过程中 严谨神秘的手法里 鲦菜大师 以三弓建厂 刀弓 动用细微刀法 保证原料受热均匀 易于入味鲜美 造型美观 火工 考验火候的把握 时间的分寸 爬菜中的大翻勺 就是鲦菜 掌控火候与分寸的 瞬间烹饪艺术 70年代 入明春厨艺班的创办 王府亭 唐克明老一辈 辽菜大师的口传新寿 为辽菜的传承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4年 走进入明春的刘静贤 只是一个刚刚毕业的 青年学生 入厨仙后拜 唐克明 王府亭为师 在两位老师的 悉心教导下 1983年 全国举办 首届烹饪大赛 身怀绝技的刘静贤 一举多魁 表彩一鸣惊人 成为了独立于 八大传统菜系以外的 独特存在 刘师傅 跟我们说说 你是什么菜系 我说我们是辽菜 哎呦不对啊 你们东北都是鲁菜 你怎么又来个辽菜呢 我说我们这清朝的时候 原住民两千万 山东移民两千万 但是山东菜到我们这 接了地气 我们这有妈妈菜 民族菜 四斤九楼菜 王府菜和宫廷玉山 我们这个代代香城 不断发展 逐渐形成我辽宁菜的风格了 特点是 一菜多味 咸甜分明 酥烂香脆 色咸味浓 明油亮气 讲究造型 他说哎呦 您这辽宁菜 有这么多特点 您再说一遍吧 我又给说了一遍 翻开辽菜厨艺 传承记录 改革开放前 老一代的烹饪宗师 有三位 改革开放后 当代的烹饪名师 有七位 几十期厨艺研修班 十位烹饪名师 辽菜人代代传承的 除了月染手上的精湛技法 师徒间的高深心诀 辽菜的文化神韵 也在一代代辽菜人身上 敬上底色 代代相传 陆明村饭店 作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店 很光荣 我作为辽菜 国家级传承人 很光荣 但是这个光荣 不仅仅是给我们 这一个店 和我这一个人 是给我们整个 辽省地区 烹饮工作者的 我觉得 家上的胆子重 印重到远 纯厚的历史基点 让辽菜的成功 从偶然成为必然 2014年 辽菜传统烹饪技艺 成功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是全国各大菜席中 第一个成为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 随着辽菜地位 与知名度的逐步扩大 新一代辽菜人 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进行着新的改革与创新 这个展馆呢 主要是我们历史展馆 是吧 它展示的都是 从有原来年开始 所用的砍杂器 是吧 和一些器皿 包括 李春祥 辽菜名厨 多年来 一直从事辽菜烹饪教学 和辽菜文化的总结研究工作 李春祥的另一个身份 是中华饮食博物馆的馆长 入行几十年 从名师到馆长 李春祥和很多辽菜人一样 担负着辽菜 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 为什么拔大菜系 就我们辽宁近日 我们辽菜 确确实实有文化历史的极点 比如说我们有宫廷文化 是吧 满清文化 过去皇帝说 皇帝不吃寡妇菜 我们每一道菜 都要有花样品种 不能吃一个单一品种 尝完菜就放一放 所以这个有一定的文化内涵 有一定的这个基础 宫廷菜里的雪月桃花 老一位书生讲 赶上三月桃花正在开的时候 赶上下一场大雪 然后这个世纪大后 早上一起来 一看着外边 这个桃花上挂着这雪 然后就说了一句 好一个雪月桃花 对虾改刀 蛋清抽打成糊 抹在蛋皮之上 茶树枯为之 撒下鸡汤调制的 一网绞节玻璃芡 蟹子 玲珑点缀 茉莉提湿 雪叶桃花 凌寒盛开 好多的这个好的名字 同时也有好的这个典故和历史 包括这些故事 所以这块是很有文化的 李春祥说 中华饮食文化 也是中国的国粹 从前讲口味 如今讲营养 如何从吃味道 到品文化 这也是当下新一代辽菜人 需要细心钻研的课题 而辽菜 想要真正的走出去 除了要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 还需要制定 专属于辽菜的制作标准 过去我们老人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所以没有标准 你走不远也走不长 要不然我们就是 都是在什么什么少许 什么什么油纹 八成月 七成月 六成月 那我们就六成月是多少度 所以这块我们就定出这个标准 所以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标准 就把我们的辽菜 可以说做大做强了 当口述的标准 规划到每一笔的分寸之间 当每一次蜘蛛比较的选材 让一盘盘菜肴 口感细腻精致 当味道在火候中酝酿 或浓或淡 或轻或醇 离不开的 除了时间的沉淀 还有着规矩的方圆 烹饪与做人相同 当极致的追求 成为生活的智慧 当古老的真言 成为心中的坚守 这便是辽菜人 心中的方圆 做任何行业 文化是梗 文化是混 离开文化 你走不远 所以我们辽菜 我说你要想走出去 你首先要打到文化品牌 我们辽菜飞翼以后 我们还要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挖掘 我们才能走远 在各色使者面前 粗广于讲究 耐饱于享受 重口与调和 都体现着辽菜的包容与平衡 百年辽菜里 有千年辽文化 辽宁百姓的家常菜 辽菜人的辽之味 本身就是一封情深义重的家书 深藏文化与经典 民族情感与家国情怀 值得竹子品读 细细品味 食材与土地相连 美食与人相关 辽菜的滋味 不只在辽宁人的味觉里体现 更是扎根于辽宁人的精神魅力中 在谈吐间 缓缓而行 口口相传 转化 相遇 调和 蜕变 脱胎换骨的决心 天马行空的想象 风物辽宁 表之为幻化 近期播出